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 落成情报站 我是Rain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看一个烂例 几年前的一场车祸 被撞华人获赔610万美元 美国的Hambra市高等法院 对于2017年的一起 华人被创事故做出裁决 陪审团一致同意被告赔偿 现年龄阶段62岁的华人受害者 许先生610万美元 在美国开车 肯定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遇到车祸 该怎么处理 如果是责任方 面对天价的医疗账单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非责任方 我们又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发生车祸 律师提醒 这些事绝对不能做 希望您能看到这个视频 到最后 以备不时之需 那现在我们线上是王志明律师 你好王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 首先请王律师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 Hambra市这起案件中 为什么赔付的金额如此之大 这是正常的裁决吗 那么这样一个案件 赔付的金额呢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呢 老百姓看来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案子中的原告啊 这一位女士受伤 是非常的严重的 她的受伤的情况 就是包括了脖子有骨折 那么肋骨有骨折 同时呢 她的脑部也是有受损 那么像这样的 我们讲的受到重伤的康复呢 往往是非常难 这个百分之百回到车祸以前的 换句话讲 就是说会留下终身的残疾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在美国啊 这样的判决呢 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这个案件中呢 因为过错方呢 是开着是一辆公司的车辆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公司的商业保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就是说能够走到陪审团这个阶段 能够陪审团呢 根据原告和被告出示的证据呢 来判定被告赔付610万美金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公正的 也充分体现出了 就是美国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是数额高 但是呢 是能够合理的赔付受伤严重的 这个受害者终生的损失 那么这个案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像这样数额高的案件呢 实际上就是说 第一一定要有这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来代理 第二的话呢 实际上很多要走到最后这个陪审团的庭审 甚至是就是说之后 那么只有这样的话才会 我们才能看到说能够赔付 这么高的这个所谓的天价的赔偿 也就代表着主要原因呢 第一是商业保险 第二就是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那么问一下王律师吧 就是关于这个610万 可能对于我们平常而言来讲的话 它还是一个天价的一个账单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 它整个的一个车祸的赔付标准又是什么 作为我们如果平常的这种车祸案件中 受伤的不够严重的话 一般能赔付多少钱呢 那么我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受伤很轻微 我们讲的在洛杉矶就是不小心 别人追为你了 这个时候就是腰疼脖子疼 看个医生看个两三个月对不对 这样的案子的话呢 实际上保险公司的赔付呢 也会很多时候会到1万美金 到这个2万美金 当然也有一些高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轻伤的案件 那么重伤的话呢 当然就是非常就是要10万美金 甚至是更高上百万美金 甚至现在都有这个超过1000万美金的这个赔偿 那么美国这个车祸的赔偿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是主要是要看这个受害者的受伤的严重程度 那么以及这个康复的程度 那美国车祸赔偿包含的范围是哪一些 这个非常重要 就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车祸到这个现在所产生的医疗的费用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好有这个终身的残疾 那么需要这个将来的治疗的话呢 那么就会有一个将来的医疗的费用 我们这个叫Future Medical Care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的精神损害赔偿 这个就是车祸发生到现在 我所经受到的露体的疼痛 精神上的痛苦 我精神上的折磨压抑 以及有一些我的爱好不能做了 我的家务不能做了 那么给我造成的困扰 这个就是说我们叫过去的精神损害赔偿 那第四个方面 如果我受伤很严重 需要后期的治疗的话 甚至我一辈子都好不了了 像这个Alhambra这个案子 这位老太太就是说 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疼痛和精神折磨之中的话 她会就有一个将来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这个就是要看我的寿命还有多少年 那么每年多少钱一成就可以了 那么主要是这四个方面 那如果说我还是有工资的这个损失的话 甚至是工作能力丧失的话 这个时候就会还会还会有这个收入的赔付 那么所以呢这个标准 主要是看这五个方面 那么根据每个案子 每一名受害者的这个情况啊 我们来对这个案件的价值啊 做出一个评估 那么像比较轻微的这个受伤的 就像我刚开始讲的这个我治疗两三个月就好了 那实际上就只有这个过去的医疗费用和这个过去的精神损害赔偿 那么以及这个过去的工资损失了 那么就没有这个将来的这个医疗费用 将来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所以我们会看到那样的案子的话 价值就会稍微稍微少一些 就是说会在一万美金左右甚至是更高 来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起2017年的案子 可以看到其实走到了陪审员这一步做出最终裁决之前 也是等了几年之久 所以正常来讲的话 车祸赔偿也要等这么久吗 其实不是的 就是说根据我们律所接的案子的统计的话呢 大概有接近一半的案子呢 是很可能在车祸发生之后 大概四到六个月甚至更快来和解的 那么这一类主要是轻伤的案子 又是没什么争议的案子 那么就会不需要进入诉讼程序 那么就会和解掉 但是呢 也有相当数量的案子 像我们有接近一半的案子 是要进入到诉讼程序 也就是我们老板前讲的打官司 那么要打官司要打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打半年 有的时候要两三年三四年的 这个就是要看这个案件的价值 以及保险公司愿意赔付的数额多少 那比如说你这个案子的价值非常大 就像这位老太太受伤很严重 那么这个价值就是在几百万美金的 那保险公司不可能会马上就给你开一张支票 就是说给你这笔钱了 那么保险公司是会千方百计的来去证明 你受伤没有那么严重 甚至是你在炸伤 那么你的案件的价值没有这么多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案子会走到 一直走到这个庭审 那么在罗汉基的话 因为整个民事案件的羁押很严重 所以的话有可能要持续这个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 也是也是比较多的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干货部分 也就是发生车祸 我们应该做什么 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做呢 王律师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这个范围比较大 我就简单说一下 发生车祸之后 对应该做什么 发生车祸之后呢 应该要先报警 那么如果说警察不来现场的话呢 那你就一定要拿到对方的保险信息 驾驶员的个人的信息 以及这个车辆的比如说车牌号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如果你受伤的话 那么你是应该及时的去接受治疗的 那么第四的话呢 就是你如果发生车祸 如果你想要你有你是受害者的话 那么又是对方的过错的话呢 实际上你应该尽快的咨询 这个专做车祸的人身伤害律师的 请律师第一时间介入进来 那么有什么事情是你千万就是说 不要去做的事情 实际上跟我刚刚讲的要做的 实际上是相对应的 就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 就是你受伤的话 千万不要不去看医生 千万不要说就是拖延这个治疗 这个是我们华人常犯的错误 就是说总以为这个美国的医药费 医疗这个费用太高了 那么就算我是受害者 我也不敢去看医生 结果等了这个两三周三四周了 才想起来我这个脖子疼腰疼 是车祸引起的 那么再去看医生 这个时候白产公司就会说 你这个已经拖得太晚了 所以的话呢 你就你这个案件的价值 就很可能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就是说没有了 就是说没有律师会愿意接你这个案子了 第二个就是说 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不要在 不要说随意的去签保险公司 给你寄的这个材料 因为过错方的白产公司 会尽快的联系上你 给你说给你 给你一点点钱让你和解 他会让你签和解协议 这个时候你最好是要咨询一下律师 要了解这个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你签了这个和解协议 拿了这一点点钱 你将来如果受伤 还是需要治疗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来进行索赔了 所以千万不要 在没有律师咨询的情况下 随意的去签署保险公司寄来的这个材料 特别是和解协议 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您刚才说了 关于这个对方的保险公司 如果寄来文件的话 我们不要签署 但是同样关于对方保险公司 如果给我们打电话 或者是让我们给他回电的话 这个争取是不要回电 还是要小心自己说的话呢 既不要回电 同时如果你回电的话 一定要小心录音 谢谢你所讲的 因为对方保险公司 他的理费员会非常的友好 你会觉得他在听你说话 但是你一定要记着 对方保险公司做的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 都是尽量的去不赔你 甚至或者是减少赔付的数额 所以他给你打电话 特别是他要给你做录音谈话 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客户都是要拒绝的 不能给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录音谈话的 因为你讲的信息对你的索费是不会有任何帮助 反而他们会拿着你讲的 你不小心讲的话 那么来针对你 比如说他会问你说 在车祸第二天他给你打电话说 你有受伤吗 你有脖子疼腰疼吗 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华人 虽然他有点点酸痛啊 他觉得不是什么伤 不是什么流血啊 骨折 他说我身体没事 然后呢 他之后做完这个录音谈话了 去看医生去治疗 这个时候对方保险公司说 你跟我们讲了 你没有受伤啊 所以的话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你的 这个是在现实中经常发生的 就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以为是你在说实话 但是实际上你回答的不准确 你是可以 你应该说我脖子有酸痛 我腰有酸痛 这个才是最准确的答案 还有就是说 对 是的 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对于事故的过错的话也会 比如说我们有客户说 他在人行道场过马路 而且他是绿灯过马路 对不对 那么他被撞了 这很明显是对方车辆的过错 因为他在人行道里面 然后是绿灯 他是可以走的 结果呢 对方保险公司跟他做录音谈话的时候 他就说 我当时在拿着手机 跟我朋友打电话 然后呢过马路是绿灯 结果呢 就被车撞了 对方保险公司就说 OK 那你没有 那个pay attention 你没有 关注当时的交通的状况 你本来应该能够看到我们 我方的车辆的 你没有看到 所以呢 你有一部分的过错 这个也是 就是说在没有律师记录 没有律师建议的情况下 跟对方保险公司做了录音谈话 导致了影响了自己的这个索赔 其实王律师刚才你说了一点啊 就关于不同的可能车祸的案子 到最后索赔的金额不一样 那如果是轻微的这种擦伤 或者轻微的受伤 最低的一般都是在一万左右啊 这个最低的一个标准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万左右的赔付 或者几千的赔付 但是车祸理赔 这种案件的话 需要请律师吗 值得吗 您这个问题挺好的 这也是我们华人会经常犹豫的事情 就是我要不要请律师 实际上我刚刚讲的 就是赔付一万美金左右 甚至更高啊 这是在有律师介入的情况下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律师介入的话 实际上白海公司 他就看着你没有律师介入 就开始欺负你 最后的话就给你个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作为所谓的精神随害赔偿 那么这个是最常见最常见的情况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律师介入的话呢 你的赔付额是非常低的 而且你之后看医生的话 白海公司的理赔员都会非常友善的说 你去看吧 你看完之后 你再发给我 我再给你赔 结果你会发现半年之后 你把账单全收集好了 给对方的白海公司 白海公司说 那我们就给你三千块钱 对不对 你爱要不要 他会这样子的话 你就相当于就是说 被忽悠了 然后再请律师就非常难了 所以呢 就是说 必须要请律师第一时间介入进来 这样子的话 才是有可能拿到 这个一万美金 当然更高的赔偿的 这是轻伤的案子 那么重伤的案子的话 实际上目前而言的话 你就必须要请律师介入进来了 因为没有一家白海公司 会给一个受害者个人 开一张五万美金 十万美金的支票的 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律师代理 他知道你就不太懂这个 你案件的价值 你当然你更加不会去跟白海公司 去斗争 所以呢 白海公司基本上就是说 采取就是说 我吃定你的态度了 重伤的案子更是这样 是的 还有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跟我们点赞 您的每次点赞 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车祸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扫一扫 右下角的二马 以备不时之需 同样我问一下王律师吧 就是关于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关于请律师的重要性 那么如果说是请不同的律师 是不是对于不同的结果 或者对于结果 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导向呢 有一定的影响呢 这个实际上 我个人觉得是是的 就是说不同的律师 做同样的案子 在我们人身伤害车祸理赔领域 实际上还是会有 非常不一样的 结果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保险公司的话 他都有一个 我们讲黑名单 OK 他知道说哪一些 哪一些律师是好欺负的 他知道哪一些律师是不好欺负的 他知道哪一些律师是软柿子 就是从来不敢打官司的 就是说八百公司随便给多少钱 这个律师楼都和解掉了 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单 他知道说这些律师很猛 动不动就打官司 对不对 动不动就开庭 而且能赢 那么他有这两个名单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受害者请律师呢 是要请这个 在保险公司黑名单上的那一些 比较凶猛的这个律师楼 就是说敢打官司 敢跟保险公司去斗争的话 这样子的话 这个结果才是 才是最好最合理的 那么就是说 像我们所的话 包括我个人这么多年 就是说 整个就是在保险公司 这个黑名单上 因为我们就是动不动就要进入事件程序 打官司 打官司的话呢 甚至开庭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够保证我们的案件 能够成功率高 而且呢 赔偿的数额要高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成为保险公司 眼中那个软柿子 就是说随便你也 对不对 我们要做的是 那个斗争能力非常强的那个律师楼 在车祸受伤之后啊 我们并不是马上就会有 这个身体的疼痛的 脖子疼腰疼啊 实际上很多人是在 第三天第四天 甚至一周之后才会有这个症状的 这个也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 那么就是说大家一定要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你车祸发生了 你身体没事 你就要去医院 对不对 你就要看医生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是有可能涉及到 这个保险欺诈 而是说你如果身体有症状了 一定不要大意 一定不要觉得 没事他时间久了 就会好了 就会消失了 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法律意识 就是说我这个 有可能是车祸引起的 我要咨询律师 我要在律师的指导下 尽快的去看医生 留下一个书面的医疗记录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在将来啊 进行锁排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 就是说一定不要拖 这也是我们所拒拒绝代理的案件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受害者 说我车祸发生了 发生一个月前 对吧 我从那个车祸发生一周就疼了 但是呢 我忙 我那个事情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没有看医生 那么我现在 你们现在还接我的案子吗 这个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是说 你拖的太久了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接你的案子 那 明白 所以如果说您发生车祸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车祸 但如果真的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 第一时间先给王志明律师事务所打电话 6266086888 或者联系一下 扫一扫我们右下角的二人码 然后以备不实之需 这个是我们提醒大家 如何维护自己权益的第一步 那么最后 还是我请王律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观众的问题 好 我们这边有观众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那请律师收费 我的意思是赔一万 但是律师费 我知道他的什么担忧 例如我现在轻伤了 但是最后可能通过王志明律师事务所 您帮我 好吧 要来了一万块钱 最后回头您跟我说 你两万块钱律师费 我还掏一万 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 这种情况在人生伤害赔偿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的收费跟很多领域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既不是按小时来收费的 我们也不是说先收费的 或者就是一次性收费的 像我们做移民的话 对不对 我们要先给移民律师几千块钱 我们是这个叫风险代理 也就是说在整个案件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 而且咨询都是免费的 我们只有说赢了案子了 拿到赔偿金了 那么我们才会收取赔偿金的一定的比例 作为这个律师费用 那么这个比例呢 就是说市场的行情 就是说在起诉之前的话呢 是33%或者1% 那如果需要打官司 需要诉讼的话呢 就会增加到40% 因为这个律师的工作量会大很多 那么很多人会问 就是说假如说我的案子和解了 这个一万五千美金 对不对 那我能拿多少钱 那么平均下来的话 就是说律师费会占这个三分之一 就是五千块钱 那么医药费的话 也会占这个五千块钱 最后的话呢 就是你个人会拿到五千块钱 这个作为给你的这个赔偿金 这个是平均下来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分配 那当然我们处理的案子 就是说有一些案子 实际上客户拿到的是超过这个三分之一的 但是呢也有很少数的案子呢 实际上客户会少于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案件的啊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过错存在争议也会有 但是平均下来就是说我们啊 大家经常讲的这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这样来分配 哎 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 免费咨询不赢不收费 同样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 一定第一时间拨打律师的电话 好吧 大家可以记一下6266086888 或者现在就扫一下右下角道人码 加一下微信好友进行不时秩序 今天很感谢王律师跟我们讲 这么专业的内容啊分享 谢谢